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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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着 再看经文 随您讲到 便登解脱亲近法殿 正大圆诀妙装言语 所以在这妙装言语 那当然也设行者现前的发行 所以念念之间 他能够令行者 在每一个起心动念当下 都能够反观 都能够在一切念头的势力 最浓厚当前 启程惭愧 也能够令其反观 其实他就是什么 就是根本的诸佛原觉 就是根本的佛原觉性 就是佛原觉性 所以他也在那个心中 行者的心中 也是一种念念之间 在最初像学识的妙装言语 所以每一个文字 每一个当下 甚至每一个道理线前处 你都要知道 都是跟原觉体相关 为什么你要知道 跟原觉体相关 因为所有的一部经中 每一部经 行者每一部 就是任何一部经中 都会告诉你前面的六成就 那个六成就 不是在经手 经题上面 经手上面是六成就 那也不是告诉你 那是诸佛成就 那是告诉行者成就 六成就 你要信成就 文成就 实成就 主成就 还要处成就 重成就 你要永远记住 一时佛在 你为什么你永远记住 因为你念念如是我闻 你连一句话解释 你都不要忘记 在这句话解释时 这一个时钟 你不要忘记 佛体 叫一时佛在 你不要离开大决心体 叫一时佛在 你为什么能够 如是 至诚恳切的念念之间 在每一个文字解释 你都能够消归自信 每一个文字解释 你都知道是 大根本的决体 大觉的本来面目 因为你永远记住 一时佛在 你念你之间 如是我闻 叫做信成就 文成就 所以你在任何的一切处中 要处成就 你可以处在一切的文字 现前的文字 一礼当下 叫重成就 文字一礼当下 都是重 何况你的起信东连 你在解释一篇文字时 解释一篇经题时 经文时 你心中所起的念头 你都知道是重成就 为什么是重成就 那当然能够 随种种缘起故 随种种声音不同故 随种种众声音缘不同故 在绝体上的解释不同 那是重成就 那同样的 这一个念念之间 能够在经文解释的 这种亲近心 它可以拿到平常 面对一切眼睛见色 耳朵纹身 一样的解释 它能够入一切重 所以念念之间 你才知道六全就 那你自己就会在什么 在行者最初当下 你就能够体会到 那个念念 那个接引行者 入的那个妙装言语 你能体会这个妙装言语 你也能够体会到 所有一切善法 其实你要答一心 就能够一善法全收 所谓的全收 就是昨天讲的 它一定能够什么 能够医院起刑 一定能够起成试用 你能够知道那一心 一定能够起成种种试用 你不知道那一心 你再说种种试用 这个是不是事情的事 是大事的事 就是那个土 下面比较短一点 你一定能够起成试用 假如你要是说 你根本不知道一心 你再说的试用 那个试用都是什么 那试用都属于将来 更心中 就如是用 那全是试障 所以试障你就在这个上面叫做 续诸生死 你就不算就是在这个上面流转 一直不断地流转 我不是说任何的 所有的现前的一切万法 没有如是做 没有如是用 只是在大圣行者 你要永远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重新去审视他 你能够现种种如是做 如是用的 不是在做中现做 在用中现用的 做根本不知道做 用也不知道用 是谁才能够起成种种做的 是根本大决心体 从来非种种做的 亲民 于是乎随缘 成就种种做 没有如是觉 你哪有做 没有如是觉 哪有用 觉上不觉 作用何用 你根本都没觉 作用什么用 所以你要看到 一切作用当下 你都能够体会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跟每一个决心之中 所随缘现前的 那个决心 你说它是什么做 它是不能拿哪种做来说 它的那个根本的亲民 叫无作 无作不是断灭解 无作是你超越一切做解 那是无作 但是这个无作之中 你要在哪里 才能够真正体会它的无作 你担当一切做项处 就是无作 当你能够担当一切做项处 你根本不会坐在做项中所做 在做项之中 它根本不能做 它不自作 它根本就是决心才能够 你才能够令它有所生命 有所成就的 所以我们却跺在这个上面 以为不从此以后 背离决心之后 种种感受的种种造作上 以为有做 那个做都是什么 那个做都是现在 随缘起的种种幻觉 缘起当下都是做项 所以缘起一定有生命像 你就是什么 随其生命吧 续诸生死 就续诸生死 但你在这个缘起 永远不要忘记 缘起是什么 缘起是大绝随缘 叫缘起 你不能忘了大绝 说缘起 那个缘起变成定法了吗 跟你讲缘起的目的是讲 大绝能够随缘 所以你才能够明白缘起 所以每个名相 你都不能够什么 你都不能够背离一时佛在 你要知道是什么要做缘起 你要是根本不知道大绝 你再说缘起 那个缘起就是什么 负累 那是流转 那是迷惑 所以念念不能被离大绝提上去参谋 念念不能够离开根本面目上面 去做种种思维 不过是不能 是你根本不可能离 但是在根本不可能离上 你却妄想以为是离 当你妄想以为是离时 大绝都没有离 大绝只是帮你呈现 妄想以为是离 根本也不离 你没有违法能够提开它 决体了 所以你就在这个上面 不断地就在这边流转 所以当你要真正知道这一心事 那事心全收 事心全收处是 一切事用 就是大事的事 事用都清清楚楚 但你不是在什么 你不是在个别事用上面 妄成种种造作的 你是在一心体上的时候 全收一切作用的 那当然讲这个话一定要批语了 那不然讲这个话 不讲批语的话 大众法师可能听不懂 譬如死圣地 苦极灭道 你根本不在觉体上参 你根本念念之间 根本不认如是觉 也就是最初修行时 你念念之间不发菩提心 就叫做不发菩提心 你不认如是觉 就叫做不发菩提心 你念念违背心地 就叫做不发菩提心 假如你念念都在这个决心上参 你才能够明白 什么是苦嘛 忘直为苦嘛 明明是觉 觉黑觉白 觉喜之间都是觉 你忘记的觉 所以每一个喜罗哀乐上面 就起成种种诸运了 起成种种无运 现前 换作种种运中的势力 不是苦吗 所以你在觉体之中 你才知道那个苦 当你真正知道那个苦时 因为你是在觉体中 知道那个苦 那叫做苦地 你能够真入苦中缘起 叫苦地 真入苦中道理 这样你根本不认觉体了 你说那个苦 哎呀好苦啊 这种执着攀缘 好苦啊 我要跳离这个苦啊 你这一念就很苦 你当下这一念就是苦相 你跳离什么 你止苦说离苦 就算将来你憋住心 咬住牙 你以为离苦了 你这一念还是苦 你根本不是苦地 所以只要是背离心缘 你永远说四圣地 就叫做忘说 为什么叫背离心缘 就是忘说 因为没有一法离开决体 你根本背离了决体 再说 就好像你背离了禁体 说禁色 你在禁色上面说离苦离苦 都叫忘说 因为禁色何必要你离苦 你知道禁止就好了 再说离苦 表示你还背离心缘 那就是苦 决体也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是不在决境上看 你根本不知道苦地 当你明白苦地时 你还要再 你还会在随着现前的望作 再随它造作吗 不会嘛 因为你念的之间都知道是绝嘛 所以你知道是苦时了 就是断极时 不是还有一个极可断 知道是苦就断极 你就知道怎么样过去 怎么样酝酿 什么叫做酝酿 是怎么样剁在感受之中 起成浓浓的那种感觉 忘觉的 那叫酝酿 不但你能够知道 剁在忘觉之中 那种浓浓的感觉 你甚至于知道 那本来就是大觉随缘的酝酿 你怎么会背离大觉再说酝酿 你断极地 那个断还是明明了了 那个极 所以你只是弹观大觉 你当下能破苦极二地 当你苦都知道是旺 极你当下就知道 就是那种虚妄 那种心中的随缘的那种涌出 随缘的那个气氛的那种涌现而已嘛 那不是真有极可断嘛 那明明就是那种妄心所造作而已嘛 灭地 执政灭地 所以你真的灭地时 过去的种种众生虚妄 你清清楚楚 但你还是虚妄吗 不是 灭地 因为你观大觉体的关系 所以你灭地也是当下就能够执政的 当你在灭地当下 心中根本不堕在那个虚妄 所以你才可以从头审视一切 决心随缘处 过去的决心随缘处就是流转 现在不但不会流转 因为你震得灭地了 所以你不但不流转 你还担当一切随缘 所以你可以为一切众生 道尽一切佛法 所以我们叫为一切众生 一切随缘处叫众生嘛 那一切众生处不就是佛心最圆满处吗 所以一切感受现前时叫做道尽佛法时 就是清清楚楚 把你的觉醒圆满 讲出时 宣说出时 道地 你不认绝体你说苦极灭道 你到哪里修苦极灭道 你到哪里参苦极灭道 你念念不是在绝体上参的吗 所以昨天晚上我也很用功 回去把那个 昨天和尚的开始也听了一下 和尚说心被大圣 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背离大圣 你是根本不在心中 在根本绝体上去担当的 那一切永远不得见菩提心 不得发波罗蜜 永远不能够出离人天 所以那个心被大圣 大圣的少圣 再也不是什么过去 我们一直在桌池的名相 大圣 你是大圣 我是小圣 就是在这边起这种卑劣心 那个大圣就告诉你 心中最圆满的运载 你不求心中最圆满的面目 你根本难出 为什么不求 光你发心说不求圆满事 我就告诉你发心因地不争 不要说你说小圣 你只要不愿意求圆满 我都说你因地不争 你不要跟我说 我说小圣就好 光这一念心都叫因地不争 不但因地不争 小圣不能成就 你根本你所有的一切发心 就叫戏论 我要想上善 我告诉你 我不要那个止善 我只要心好就行了 这种人永远戏论 将来生生世世 涌断善根 那边小看那句话 我心好就行了 做那么多善干什么 这是断善根的念 将来总有一生 这个念头就化成种种的妄念 再也一起不起 我要向善的念头了 它是产提 所以淡观大觉 你就真正 以诸法全收 你在看决体时 你力量看到是哪里 你在决体时 你是不是力量看 都是在现在的意念 刚刚讲说 一切感受 你都能射受 叫做到底 所以你当然是 看到现前的一切意念 你最初知道苦地时 你是在哪里 你不是还在 现前的意念吗 你有从头到尾 你有离开过众生吗 没有 你不在现前的意念上面 体会大觉 你在哪里知道 原来那个意念的虚妄 因为你就在意念当下 过去都是意念 种种差别的事例 现在你在差别的事例 你都能够体会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你根本大觉 一同根本本来的面目 那这真是一和像 那一和是不可说不可说 不是你说一和一和 用众生语言 剁在那边的 你只要众生语言 只要有那个语言道中 立了众生语言道都剁 就像昨天讲的 长剑断剑 什么叫剁长剑 剁断剑你知道吗 大觉形体本来 无断非长 它本来能知一切 短一切长 可是却在这边 你剁在语言道 说断说长 就叫剁长剑 你在绝长时 大觉非常 可是你剁在长中 解释大觉 就叫剁 你可以知道长 你可以知道非常 可是你剁在长中解释长 你剁在非常中解释非常 就表示你已经离开绝 就表示你已经离开绝体 那就叫做剁长剑 剁断剑 那真的剁 你就永远在这个剁中 你会起成幻觉 那个一剁 那个一剁诗之好理 差之千里 决心你可以支长 只可以支非常 你可以支断 你可以支无断 但决心从来不是断跟无断 因为你是支 你不能拿支在说支 能知道一些支的那是大觉 那个支中能支断支长时 它是断支长吗 你不能能断中量它 你也不能长来量它 你说的长是什么长 你的感觉之中它一定永远存在 叫长吧 它根本极近 无作 什么存在 非常 那你说它断吗 它哪里有断 你随缘它都能限 根本没断 为什么 决心嘛 你所有的一剑念 都是决心显的 你要是你剁在前程 那都叫剁长剑 剁断剑 剁知道吗 剁的意思就是背离决体 你就背离 所以你当下正在看一些念头时 哪一个不是一些念头 涉外的感觉 在涉外 但是全部涉外的感觉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你一体的亲民 对吧 所以在一切片支叫做涉外 可是这一片支处就是你一体的亲民 你能敢担当一切片支 但是永远正得一体的亲民 你叫供养弥勒 你叫供兜率内院 但是这个弥勒在哪里供 这个弥勒是在佛性上供的 你不讲这个佛性 连弥勒二字都不认理 因为你就敢担当 大绝体顾 就像刚刚讲苦极灭当 你是知道绝体顾 所以你才能敢知道 什么叫做涉外 什么叫做 根本不变 你才有这种知识 才有这种智慧 你念念不是在决体上猜 你当然根本不知道这种知识 这种知识连立民都没有 这种智慧都没有 不用立民 所以你在决体上哪里猜 不就是你在决体的 本来的无量光 无量寿上猜吗 不就是你在大绝 你就能担当这无量光吗 什么叫无量光 你哪个感受不是大绝的 根本亲民的无量 无量光吗 亲民的智慧的无量 智慧叫做光 你哪一个感受 不是你根本大绝体重 他从来不跺在 现在感受之中的 碎兽流转 但是所有的感受的碎兽 都是大绝赋予他碎兽的 他有多少食量 多少空间的种种量 都是大绝赋予的 所以他叫无量寿 所以你就是在这个 大绝的无量寿 无量光中 你去体会 原来寿外的一切感受 哪个不是根本的 大绝的无量光 叫供养弥勒 叫供养兜帅 所以不知道根本大绝 你也供养不了弥勒 你要是真正都在大绝之中 看不到弥勒 我也告诉你 最初念佛时 你念佛的因地 想一定心都不真 你要是念念看到大绝 念念供养大山 你都能看到心中 那种浓浓的 那山中的 那个心中的赤城 对山的意境的赤城 这个赤城从哪来 从你面对大山来 所以假如你面对大山 你没有看到 对大山的意境之中 那种赤城浓浓的 那种心中投入 那种感受 那表示你 你虽然面对大山 可你因地心中不真 所以大山活不到你心里 佛法中也是 你要是不知道这个佛性 你根本看不到弥勒 你要是知道弥勒 你不知道佛性 那你弥勒也不能立 所以你真正念到阿弥陀佛时 你就一定能看到什么 你心中 行者心中 那个念念之间 念念赤城 向佛的赤城 那叫 也就是昨天讲的 心佛二同 一定有那个心 决心天天在用 可是现前的时候 就有行者的心 行者虽然天天说 决体 但行者虽然天天说 念念之间归家 要细合决体 行者这一念 都没离开过 决心的本来面目 所以决心 现前的万念之中 那个念头上面 自然就有回光向 那就叫行者 你不知道回光 那就叫流转 那就是凡夫 即使行者凡夫 同时大决 可是谁能够在念头之中 念念不受流转 是在大决现前处 你念念都有回光处 那是行者 你只要念念都知道回光 你能担当众生向 就在这个从决入到 种种决的决体上面 决用上面 你只要忘记了回头 那就是流转向 所以你要是担当回光向 你就能够明白一切众生向 那也就是决心最圆满处 所以让你训练决心最圆满处 是让你在每一个决心随缘的 决用当前 你都要看到什么 看到你念念归家的行者 心中的赤诚 跟你既然是归家 所以你念念之间 都能够发起 呵护一切众生的大愿 那就是决心最圆满处 镜子先出镜色来时 镜色奔本就是镜 虽然镜色根本就是镜 但是你完全看的是镜色 因为没有个镜体还在后面 那根本就是一嘛 既然讲到根本 所以你看到镜体时 就是完全都是镜色 可是在这个镜色上面 你就仔细会分 有一个他就是什么 就是能够入凡的六法界中的担当 还有一个在六凡的六法界当下 他永远不离四圣的四法界的亲民 那你叫做一体统称十法界 你一体统称你才看到镜体 才看到镜子 所以将来你正在念决心时 你还是天天在涌 你一样什么起心动念 你都是在烦恼 所以释迦臣佛念你之间 在释迦释迁时 他以释迁修行 释迁发心 你说诸佛都已经成就 干嘛这样子释迁 念头之中就是如此 所以你要知道念头当下 能够设外 其实就是那个大绝处 哪有说 念弥勒容易 念阿弥陀佛难吗 到弥勒净土容易 到西方难吗 这叫拆解佛性 拆解毅力 不是佛性没有弥勒 要有了弥勒就一定要是佛 弥勒不自弥勒 弥勒是因为大绝故 所以方力种种得好 所以你又能体会 一般众生永远都是在什么 后末梢的那种着想的心态里面 讲都是那些封神榜的故事 真正的行者是念念之下 要在你自己决心上面圆会的 念念圆会的 所以连古极灭道都是这样 圆会之中一念全收 而且这个全收 使不是说我就一念全收了 没有作用 因为你能全收 所以一切作用 历历了然 清清楚楚 什么是苦地 什么是极地 什么是灭地 什么是道地 但你要是不知道 绝体时 你再说那个清清楚楚 都叫做细论 全属细论 你说我明白了 那是苦地啊 你的决心都不明白了 本来面目都不明白 你再说那个苦都叫流转 镜子献出镜色 你躲在镜色中 才受镜色的种种迷惑 受他的妄直为苦 明明就是镜体 你只要知道镜体 妄直就消 你却打死不认镜体 你说我就守着镜色 我已经离开他的苦地了 我再也不随镜色流转了 那你叫细论 你讲这句话时 都不愿意扔镜体 不叫细论吗 我保证你将来一定流转 因为你守着镜色说不流转 你守着镜色说不流转 那就一定被镜色流转 你要是真正站在镜体 那我当然才相信你 永无流转嘛 因为站在镜体 一定能担当一切镜色 你站在镜色 一定受眼前的种种称重势力 所以讲的决心就是这样虚幻 你忘记视觉 就是贪嗔痴 你不用想说你没有贪嗔痴 讲你要被决 根本不可能断贪嗔痴 你知道吗 现在过去讲 可能大家不信 现在应该大家慢慢能够体会了吧 你忘记视觉 每个念头奇处 就是什么 就是随缘的势力 不贪嗔痴吗 那你要是念念之间 不在绝体上餐 你说断贪嗔痴 你要断到哪年哪月 你年里现在想要断都得贪嗔痴 就是圆绝经讲的 那你还成什么 还成有为真相散果 还是宠爱在这边不断的 燃造另外的法爱而已 讲这么多话 就是为了讲下面那两个字 弥勒 弥勒 你知道那弥勒了吗 所以在一些感受骗不住 那个勒字写得多好 格力啊 你要改变力量 你要回头啊 所以在行者来看到那个格力 是念念之间 本来众生的感受 都是向外扑出 向外流转放逸的力量 势力 你从此要知道 那根本就是你大觉势力 那叫格力 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来 你要在念念知道大觉体时 你自然知道大觉体 所以你在随缘所起的一切之间 种种感受上时 你自然而然就什么 你自然而然就不随他的种种势力 也叫格力 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发心 什么发心 你敢骗不 你敢担当 所以叫做谜 你敢担当 所以这个谜子不在弥勒上说 阿弥陀也用这个谜子 中国人都用这个谜子 所以你要是就是这个谜子 你就永远都要把弥勒 跟阿弥陀佛的关系解释清楚 你要解释不清楚 你忘说 都帅天好去 西方难去 我看你就哪里都去不了 你讲这句话就知道 你执着哪个地方可去 我都告诉你 心中你将来必定能去 你看到心中的根本知心的清静时 你念念设外 但你守的是心中的根本清静 这就是供养兜率内院 就在这一年 你将来一定是看到兜率的内院 但是这个兜率内院在哪里看到呢 在决心上看到的 所以你看到决心的兜率内院处 不离西方极乐 所以西方极乐 站在西方极乐 就是心中根本大决的净土上面 你能够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种种作用都能够明白 如什么叫做兜率内院 当然都清楚 不是西方极乐 有个地方让你住在那边 就好像搬家一样 因为现在住在宜兰 就叫做住宜兰 将来住哪里 将来不好意思说住哪里 将来住地狱 好像搬家 你要地方迁来迁去 但心中的住是根本什么 心中的获达叫做住 心中不是有个处所 让你永远让盘手在那里叫住 那是祸达 既然是祸达 所以住在西方时 它是什么 它是明白一切智慧功德的 那是智慧功德里面 当然全收什么 全收一切世间天界的种种功德 过去在天界是凡 是六凡 将来你看到天界处 站在圣人的角度 看到天界处 就是他入凡的道场 在圣中看凡 是入凡的道场 从镜子看镜色 显出镜色来处 哪个不是镜性的道场 但是你站在凡说看镜 那镜色就是什么 就是背离镜色的 背离镜性的地方 这圣凡二徒 你要讲清楚 正看凡看 作用不一样 完全不同 所以那才叫真正 供养兜率 所以你当你供养兜率时 就是供养西方处 你供养西方时 你更没有离开 一切智慧功德处 像你说西方能去 你是早上 你长到一个地方 就已经知道 你是着相 你要是真的能去 就说兜率好去 西方难去 你永远是在这边 拆解心性中的功德 就算你证得了 兜率的心中的 根本能遍布的一切 心中的智慧 你还是不能正无量光 明明遍布处 就是无量光 可你过去 就是心里面 妄想分别过 就算你体会到 一点遍布的作用 你也是难正无量光 我这次讲屁语了 事实上你根本正不得 因为早就扭曲心性 既然正不得 你哪里能去 去哪里 哪里你能去 你就去在现在的妄想里 什么妄想 你在地上妄想吧 都算好去 西方人去 你妄想吧 结果你什么地方都没去 你心里面 什么都没张扬 你当然去不了 你将来能去的地方 就是你是什么心 看什么世界 那才是世界 那才是真正你的国土 你还真以为 有个地方可去 那都是吃人之间 那完全都是吃人 你现在我们活在哪个世界 不都活在你心里吗 你活在台湾 我们心境不同 你感受的国土都不一样 你不能跟我讲说 我们共处在台湾 象中虽然共处在台湾 可是我敢保证 我的台湾 跟你台湾完全不一样 我是极恶的人 看到台湾都是逼迫 走到外面 都有人伸脚伴我一跤的 处处害我 你是祥和的人 走到台湾 处处感觉祥和 那看起来蓝天就是蓝的 太阳就是光明的 我看起来蓝天就是忧郁的 太阳就是逼迫的 月亮就是冷死人的 觉得太冷 生一个电暖炉 我还烤焦了 处处逼迫 业力如是 你以为你活在哪里 你就活在业力里 你也感觉到国土在哪里 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心外土 可以你将来 你真的能够有所得 能够有所住的 所以你说南去石就是什么 就是根本去不了处 所以那个叫做弥勒 你站在这个弥勒之中 叫辱当之 所以这个弥勒叫大词 你要知道念念 是心固 所以辞者知心 从知从心 你要念念知心固 不但你要念念 知心 知者是也 知到是心 你还要什么 还之于心 知者润也 那叫大词 那个还之不是造作 不是从心中 再有个心可以还之 所以你们你知道大诀 就能还之 你知道大诀 苦 苦地都还之 滋润的滋 所以加了三点水 就滋润的滋 所以那才叫真正拔记众生 你根本不理 你要是真被决体 就如昨天和尚讲的 心悲大圣 你什么都得不到 心在大圣 当下就看到绝心 哪个感受 不是绝心的布施 布施波罗蜜 哪个感受 不是绝心的 本来的亲民的绿仪 就像昨天讲 你觉得黑 都是绝体的绿仪 你觉得白 都是绝体的绿仪 我不是站在后面 末少的黑白之中 说绿仪 说进尺 我是看到 根本心中 从来不剁黑 但他能够显出 一切事件 众生差别业力的 心中的绿仪 那叫入佛之之间 那随顺佛的决体 你不要站在后面 是随顺众生之间 随顺众生之间 你就躲在众生的感觉 你躲 什么叫众生之间 你在众生所感受上面 论知论见 你应该是在决体 在感受这个中间 你才知道谁在知 谁在见 这叫诸佛之间 这样听懂吗 你要体会那个发心的 那个心体 从此以后 角度不一样 那叫 借波罗蜜 你在看到的感受 你还随他流转吗 你还需要回头 这样憋着说 我不要被他流转吗 这都不必吧 忍辱波罗蜜 是昨天才讲到忍地 心佛儿童 善得忠道 才叫忍 你感觉那个感受是心 那些绝体 你已经知道 那根本儿童 善得忠道 那叫忍 你念念之间 从此以后不失 再也不会念头起处 因为你知道是绝了 念头起处 你就不会像凡夫一样 再起幻觉 向他流转 因为你不起幻觉 向他流转 你又不会舍离种种感觉 要背离感觉 再找到大绝 所以念念明白 精进波罗蜜 所以在如是精进之中 于心于福 根本不二 禅定波罗蜜 所以在这个不二之中 于是开启智慧 从此以后 那叫智慧亨通 再也没有众生种种暗仗 你看到过去 你忘记大绝 都是 我只要忘记大绝 起心动念 全是暗仗 你要真正知道是大绝 起心动念 哪个不是会光 波罗蜜 六度都在 你这要参六度 不然一天到晚 再参什么六度 这六度 不识波罗蜜 你参到哪一年 哪一月 何年 何月 念头之中 供养六波罗蜜 每一个起心动念 当下 天天如法供养 那怎么供养 大绝体上观 感受哪个不是 大绝的布施 念念之间 不要忘记 大绝的布施 也就是刚刚讲 一时佛在 供养 布施 波罗蜜 因为知道是大绝的布施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过程之中 大绝根本清静的律动 进阶 波罗蜜 你要能够看到这个律动 自然就不会在上面 再说什么 再说怎样的忍辱 再说怎样的忍耐 再说种种乏忍 根本不在这边说忍 心服二同 忍辱 波罗蜜 你也念这个心中 越来越明朗 精进波罗蜜 所以常驻不二 禅定波罗蜜 开发智慧 本来灭目 波罗蜜 你每天都在 布施 波罗蜜 六度 你起心动念都有六度 这样子你才知道 很多行本你都在做 而且就在这个六度中 你不必更说苦经灭道 你就在参苦经灭道 知道吗 只你看到这个六度时 你再看到这个六度的解释 当下另外有个身 心底深处有个形象 就是什么 知苦断疾 真面秀道 所以不必更说 解释这个心境时 你可以再说 他就在当下说 讲六度时 他就包含 四顺底 你可以再说 我要知苦断疾 真面秀道 知苦在哪里 说知苦 在决心上说知苦 所以你也是在修什么 六度波罗蜜 这个你才会知道 原来知道那一心的不可思议 知道那个弥勒 如当之 就是在这个光布当下 念念补佛处 念念不离佛体上 这个辱当之中 你才知道 一收决体 万恨全收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 我那么多的法门 我到底修哪一个 你真正知道 那个决体时 你才知道 这一念之中 你其修万恨 你不知道苦吗 知道 你知道苦是为什么知道 因为你知道那是大绝的不实 苦中就在修 不实波罗蜜 不是吗 这样听得懂吗 那你不会觉得难哪 什么万恨怎么修啊 天哪 明天六度 今天四身地 在八正道 你背吧 你慢慢背吧 从此以后站在如是心体上 再也不随众生之鉴说之鉴 就站在大绝体上说之鉴 大绝体上说的之鉴 说段说长 都知道是大绝之鉴 说染污说清净 都知道是大绝之鉴 站在这个之鉴上叫正鉴 八正道 那你在哪里说正鉴 如果要提起正鉴 正念 在念念之间 我不要流转 你这一念就流转 对吧 你这一念叫迷惑 你这一念叫犹疑 对吧 觉得这一念都是觉 我根本不在念念上面 一切念中去随它去解释 但是我一定不会离开念 每一个起先动念 当前我都能够体会 本来的决明叫正念 我是在根本决明知道 这一念叫正念 你要是在这一念中 说这一念忘记了决明 那都叫做凡夫之鉴 那所以你才知道什么叫 颜辉讲的离行去之 所以颜辉 颜辉叫圣人 颜辉圣人的名字 也就告诉你清清楚楚 什么是颜 颜辉表演 在一切表象里 直到回头 叫颜辉 对吧 孔子叫重泥 你要在那边重着 重才艺 那泥叫尽 叫做一切尽法 笔 陈列处就是诗 下面一个笔叫笔量 笔度 在一切感受成立 笔量处 你要能够重才 重礼 圣人 哪个不跟佛法相依 都跟佛法相依 所以你才知道 知见无知 你要是在知见上立直 就是无明本 完全都是无明本 这个不是讲学 你这个可能听起来 有的人听起来 或许觉得很困难 这就是训练 已经告诉你的 觉体中 就是天天就上线 你正在觉得 一切知识 都没有离开过 根本的觉知 镜子正在照见一切色 在镜色的种种知上 其实就是 镜体的清明的知 你离开镜体 清明的知 你根本没有 镜色的知 没有色知 色自己不利知 感觉也不利知 你却在感觉上的知 一直在罗知 那个知 你虽然罗知 那个知 这个决心都还没有 都还没有离开你 可是那个决心 就被你那个罗知 它就帮你呈现 那个罗知 你就永远在罗知上面 一直罗知感觉 但你这么样强烈的 罗知感觉 都是决心 根本不罗知的清明 它在帮你呈现而已 就像镜子 你在起层杂色 起层黑色 起层白色 起层混淆 都是镜子 老老实实的呈现 没有镜子 根本没有办法 起层镜色 还有镜色可言 可是你却在一切感觉中 你不认静知啊 你在一切感觉中 不认觉知啊 你在觉知上是哪个知 觉知上非种种知 你只要知道是觉知 非种种知 你自然就会在一切知心之中 你不会躲在知中的罗知 你不知吗 清楚 你会躲在望知吗 不会 为什么 觉知吗 那自然这个可能会 或许大家还不太明白 镜子 你只要讲镜子的匹域就知道 你站在镜色上 就会起层执着 会受它的恐怖 受它的种种 惑着 当你真正知道静体时呢 过去让你恐怖 让你惑着的镜色还在 你还会受它恐怖吗 不会 为什么 镜色嘛 就这种道理 什么叫镜色 镜子照的色嘛 我知道是镜子了 怎么还会随镜色的流转了 将来你认得觉醒也是如此 没有离开静体的镜色 没有离开决心的觉知 所以你才能知道 你将来必定解脱 你知道吗 一定处理 只是你不认 你一直不认不认 决心都还帮你呈现 不认不认 你虽然不认不认如是觉 觉从来都没有不认不认你 这叫明乐如当之 就在这个当下 你要知道那个力量的作用 差别在哪里 力量的作用差别 若是错了 你念念就是流转 力量的作用若是对了 那就叫补助 念念就呈现决心嘛 它就是在每一个念中 让你感觉到决心的光纤嘛 补助 所以那乐者从格从力 像是供养弥勒 你就知道怎么供养了 弥勒是一个名字 你永远供养供养不到 看到你心中如是 是不是如是已经开始 改革如是力 供养弥勒 在哪里改革 在感受上 在起心动念里 在眼耳鼻舌 身意 在色身相会处法中 那当下都是什么 都是失为处 那当下就是什么 认得大胜处嘛 当下就是在绝体上担当处嘛 当下就是念念不违背 根本佛 圆绝处嘛 所以叫弥勒如当之 弥勒叫大词 也叫阿异多 所以这里面要把名字 先再讲一遍 阿异多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阿异多你不要永远 只是念个名字 阿异多你要每一个文字中 每一个字中去仔细思维 为什么菩萨名字叫阿异多 何故称名阿异多 阿者一切法不生意 阿者一切法大宗之意 意者是心中的根本自信自在意 所以你要忘记了自信的自在 那就是向外留意的流浪 放意的流浪 本来决心他就能够自在现前 但是自在你看错时就是放意 但真正能够放出如是意的 是自在的安逸 所以就在这个上面 他能够担当无量 担当一切多也 多者能入种种差别项 那讲了半天一切法大宗之 他根本自信自在 能担当一切差别项 虽然讲的是这些文字 事实上他在潜在意识里 为你立的是什么 根本本来不变的清净 所以昨天才讲 你在破时你要知道立什么 你在立处你要知道 他在心里面破什么众生的暗仗 你在立什么种种差异处 你就破除众生流转在差异的暗仗 既然是破除众生流转在差异的暗仗 就是证得根本无差异的清净 那个破例要当下 你要去体会 你常常思维 你常常要习惯破例当下 你要看到你在前面破 文字在前面破 思维在前面破 念念在前面破 你潜在意识你在立什么 你根本心心心底深处你在立什么 眼睛见色耳朵纹身 你在前面知道那些色身 根本都是虚妄 你念念之间破过去的流转 为什么破 因为你知道是大绝 那既然是大绝 所以你在破前面流转 事实上你在心中立的是什么 绝心 慢慢起的是绝心的清明 你不是只是前面的破吗 我要破那个成 我不要贪真迟 我不要贪真迟 所以你知道外道跟行者完全不同的下手处就在这里 他破完了没有什么都可以立的 为什么没有东西立 因为根本理不通过 发心阴地心中不争顾 道理不通 所以才会呈如是流转 所以在这里你才能够明白那个阿语多 所以叫弥勒如当之 一切诸众生 在一切现前的感受 现前处 其心动念处 一切所缘的众生向处 所以众生你先不要想到一切其他 你眼睛向外看到众生 你先明白你自心之内的种种众生 你明白你自心之内的种种众生 你才能够帮助你现在能够所缘的一切众生 他能够走出众生向 不然你根本看不到你自己的众生 你以为你在度你眼前的众生 你在觉得你眼前有众生时 你已经躲在众生向了 你就根本就是众生 你还在度众生了 所以你一点之间 你觉得说有度 有冠冕有这种感觉 都是自己的众生向 这种刚强的这种众生的那种意念 你要折服他 什么折服 至少都是决体 因为刚强的意念 你能折服他 所以你能够交进一切 现象众生 他都是如实折服众生业感 你根本不是折服自心 你是折服别人 他是众生 我要折服他 你先折服这一念吧 众生向 你折服谁啊 你先折服这一念 你就能够 你不要不见得离掉讲法 你的气氛 氛围之中 让别人看到你时 他心里搞不好就能起来 惭愧折服 折服什么 就是向外攀越的种种忘恋 这是真折服处 所以度尽众生 难吗 你看到外面都难 那么多 怎么度 我只是台湾人 我到大陆那十三亿 天哪 我每天下飞机 都不见得看得完 我度 度得我眼花缭乱 那你不知道 你要是真正在自心上度 一度 法界众生 都被你 这一念中 一起全度 一起全度 将来就在这法界 能够懂得度众生的 这种智慧上面 你但留下那一念 你但留下你一个名字 你但留下你一根足迹 你但留下你一个迹象 都叫做和尚慈悲 为天下苍生 广开甘露法门 下课